要说到Costco呀 它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呢 还是以家庭批发购买食品呀 家庭用品呀 实惠的礼卡 服装和酒类的地方 但是相信很多朋友并不知道 其实呀 Costco呢 还有它的旅行社服务 自从2000年以来 Costco Travel呢 是允许会员预定便宜的 国际假期 邮轮还有租车等服务 价格呢 可是要低于旅行社收费的 比如说呢 Costco就为会员提供 Alamo Avans Budget和Enterprise等 汽车租赁品牌的转享价格 会员呢 是可以按照品牌搜索 或者呢 使用零售商的低价查找搜索工具 找到最优惠的价格 这个工具呢 还可以根据汽车的类型呀 乘客的数量和行李数量 缩小呀 搜索的结果范围 那Costco的租车计划呢 还会提供额外的会员福利 比如说 能够在选定的地点 预定额外的司机 还有呢 立即预定在柜台付款的选项 高级会员呀 还提供呢 每年2%的奖励 除此之外呢 作为Costco的会员 还可以通过Costco Travel 预定邮轮 可以从11个邮轮公司 以及14个目的地中进行选择 通过Costco Travel 预定邮轮的会员 还可以在每次航行时 获得数字Costco商店卡 或者呢 是船上的积分 那在使用Costco的邮轮计划时呢 提供了预定旅行前和旅行后 酒店和航班的选择 这些服务的价格呀 往往呢 是与度假套餐相似的 可以呀 帮助大家在整个行程中 节省一些费用 主题公园呢 是很多人夏天会选择的 旅游目的地之一 Costco Travel呢 当然也提供了 华特迪士尼世界 奥兰多环球影城 和迪士尼乐园等 主题公园的特别优惠 除此之外呀 还提供了特色的体验套餐 包括非洲野生动物之旅 迪士尼冒险团 带导游的团体家庭度假等等 作为Costco的会员呀 还可以在非洲几个国家 预定一些非常棒的 野生动物园套餐和旅游 包括南非呀 坦桑尼亚等等 那套餐中呀 一般呢 会包括机票呀 住宿 餐饮 导游 旅游和狩猎活动的费用 套餐呢 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呢 通常情况下会包含酒店 往返公园的交通 有时呢 也会包含一些其他的费用 作为Costco的会员 也可以通过Costco Travel 来预定住宿 可以呢 从四个酒店品牌中进行选择 包括 洲际酒店集团 以及度假村 凯越酒店 费尔蒙酒店以及度假村 瑞士酒店以及度假村 如果说你临时改变了主意的话 也是可以通过Costco Travel 在线预定的酒店客房 无需呢 支付更改或者是取消费用 除非呀 是正处于酒店的罚款期内 虽然说呢 无法通过Costco Travel 单独预定航班 但是呢 大家可以将机票呀 酒店住宿 与租车呢 是捆绑在一起 Costco表示 美国大多数主要城市的机票 都可以作为Costco假期的 附加项目购买 然而呀 该产品呢 并不包括所有的航空公司 总之呢 对于持有Costco会员卡的 会员们来说 通过Costco Travel服务呢 可以获得呀 非常好的价格优惠 那新瑶哈 也使用过几次Costco Travel 可以说呢 服务行是非常的到位 而且呢 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 有趣的是 如果呢 你使用了Costco Travel 到个别城市去旅游的话 还会在机场的出口处呢 看到举着Costco牌子 欢迎你的工作人员 当然了 那也是再次提醒大家 在使用Costco Travel的时候呢 还是要货比三家 找到呀 价格的各方面 你最满意的 好了 以上呀 就是今天美地巨委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一路陪伴 我是新瑶 我们下期再约啦 马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